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尤丁记者会上最大的爆料 也就是他声称 手上握有首相纳吉 涉及EMDB和SRC的犯罪证据 并且已经成交给了总检察署 不过来到马来报 每日新闻的头版就不会哪样处理新闻了 利路标题强调的是 莫尤丁不跟随敦马哈迪退出巫统 另外也在引言刊登 巫统总秘书东姑安南说 莫尤丁不能挑战巫统冻结党职的决定之外 同时也引述最高理事会成员阿努亚穆沙形容 莫尤丁的选择留下来 表示巫统仍然是一个为宗教种族和国家斗争的政党 看到这里可能你会想 还能怎么样呈现巫统的强大和美好时 再来翻看前锋报 更加发现天外有天了 利路除了以复文的手法处理莫尤丁记者会之外 在头条是放大刊登 伊党不会参与在野党有关岛纳吉的签署仪式 同样新闻也刊登在新海峡时报头版的二条 而头条是给了160万公务员 7月1号起的最低薪资将调高到1200令吉 而新周日报和新报完全不想管巫统的这场权力斗争 例如新周日报头版焦点集中在SBM放榜 学生考获夹击振奋人心的励志新闻 新报头版再次关心我们的环境课题 报道指出受到鄂尔尼诺现象的影响 我国海水生物问题要是一直持续到今年9月 那么多达大约90%的珊瑚将会面临死亡的绝境 到时候我们日常食用的红鱼和石斑也将会消失在餐桌上 来看今天的新闻快讯 根据红利保险最近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 马来西亚的负债率在8个受访的亚洲国家中 比例是最高的 有68%大马人负债 而且这个指数也比33%的区域平均值高出一倍 这份调查分别在香港 中国 台湾 日本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印尼进行 而大马人的平均债务是5万6千令吉 债务主要来源依序是日常开销 租金和子女的教育 沙拉越州选举的脚步慢慢逼近 而根据沙拉越大学所做的民调显示 目前沙首长阿德南的整体支持度 已经提升至85.5% 虽然当中怀疑选民的支持度只有64% 低于行动党沙州委员会主席张建仁的74% 不过阿德南在占有三分之二人口的一班 彼达友 马来以及马兰诺族群当中 支持度高达87%至93%之间 最后提醒你 主播新世代造势活动明天将到古镜 富丽华购物广场 活动将在晚上7点开始 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